如果说你看到你的朋友啊 亲戚家人啊 用这网络上来历不明 或者看起来很可疑的产品 就可以利用这个网站 MPRA的网站去搜索一下 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没有注册 阿爸 阿爸 我是瑞夏英雅记事 我们好久不见啦 今天换了新的灯光 可是我发现了我的麦克风 其实用不到 不用紧 我们看看现在这样子的设定 会不会有没有改善 好 这一次的主题是分享如何调查 是不是调查嘛 就是如何去检查说我们所使用的产品 包括药品或者是cosmetic 比如说护肤品是不是有在我们国马来西亚注册 或者是对cosmetic来说是申请的notification的process 这样子是为了确保我们用的产品 至少我们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啦 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有一个保障 那今天我们就来做这个示范 这个过程非常的简单 那这个影片因为为了方便讲解 有把这个速度泛慢 其实整个过程是非常的快 首先我们先去北大的谷歌 那这一次我所做的示范是type NPR 就是National Pharmaceutical Regulatory Agency的缩写啦 那关于NPRA的工作是什么 我在我的IG曾经分享过 如果你想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你打register maxon check-in questry 都可以 只要到最后它可以带我们到这个 NPRA的页面就行了 诶 网络好像有点慢 其实是因为有pharma速度 OK 只要来到这个地方就对了 它有Quest Tree 然后System Burnt After Run Product Burnt Lays and None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product category 分成两种 一个是pharmaceutical 如果你是想要找药品的话 就选择这个选项 那还有search by 也是很多选项 我们通常都是直接用product name 是最直接了当的方法 这一次呢 我的example 我给的example是 Pamo 是一个蛮常见的Parasitamo 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想要找的产品 到底有没有注册的这个产品 就把它打进去 然后按search就好了 其实result很快就出来了 那关于Pamo这个product呢 我们有三个 result 三个result的话 也叫什么成绩 好像也不是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Pamo Tablet 是有registration number的 意思是讲在我国是注册的 所以我们可以 比较放心的去使用 那如果这一次我们想要找的产品 是护肤品啦 我们就选择cosmetic 那一样我们选择product name 当然你要用其他的方法也没有问题 但是product name 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这一次我就放了 就是sifu kunit这个牌子 那 呃 才选用了这个来当做example 这个影片还蛮简单的吧 希望对大家来说有所帮助 希望我们身为消费者 希望我们不要被骗啦 选择来利 不要选择来利不明的产品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绿莎 我们下次见 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